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昨天我遇见了一个 也是一个奇人 义人 奇异的义 奇人也是奇异的两个字 这位先生是因为 我在录了很多 左营的 眷称文化的一些影片 那都是因为我 出生在那边 长大的那边 63年 都在那边 所以我光是那个部分 海军大院部分 我就介绍了很多 那有人讲说 你今天在左营文化 不介绍其他的地方 这很多人在介绍 那有一些东西 我还怕讲错 因为我怕 因为资料不够正确 结果他跟我推荐一个人 这个人算是一个奇老 就是 台语讲的 各位兄亲 奇大 奇大就是奇老的意思 奇老就是 住在那边很久 而且有 德高望重 或者是有相当的履历 比如说像台北市 以前有一个林宏道 林宏道先生 他就是一个 林家花园的后代 所以他是一个台北通 也已故了 以前你要问他台北的大小事 他可以讲得很清楚 那同样的 这位先生就是 某一个亲戚给我推荐了 推荐很久 他说你要介绍左营 你很多东西可以介绍 你要找他 他可以把你所有的那个左营的历史 什么陶子园 什么连之坛 什么各个宫庙 他也是一个神职人员 我顺便在这边稍微科普一下 我们一般来讲 台湾人讲说神 从事神职人员 就是叫棍 神棍 新棍 神棍 神棍在报纸上有时候会有点贬义 其实神棍这两个字 在台语里面是没有贬义的 他简单讲 他就是一个神职人员 也就是他从事宗教 作为职业的 可是通常因为台湾的民间信仰太多 所以所谓的神棍 有的人是骗财骗色 但是神棍最主要的功能 他并不是说祈福或者怎么样 祈福保平安 这是其一 那最重要的就是 这些神棍都具有神力 他会有一种玉姿或者是伏肌 他会有神附身 当然等一下我们就要讲的是 神通还是鬼通 这个我们常讲的 这个孙悟空也是神通广大 七十二变什么的就是神通 其实还有一个叫鬼通 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 另外我们顺便再提一下好了 我们最常见的棍是光棍 光棍就是单身男女 那就是没有配偶的就叫光棍 那其实现在配偶的定义又很复杂了 我们不讲 另外一个叫法棍 法棍在古代人叫做送司 那在现代的话就有叫做 有律师 叫做法棍 就是玩弄法 法条的人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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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主门 就是这些人 那那个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法 这个字 在明朝 明朝的时候 明朝清朝那个笔记小说 古代中国人的笔记小说里面讲的 那个法官指的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法院那个法官 他指的 法官是指的 佛 佛教或道教里面超度的那个 超度王魂或者是有法 就我们现在叫做法师了 佛教叫法师 那个 那个 道教我们叫道长 那种叫做 在明朝小说里面叫做 法官 法官 尤其是道教的 法官 这个顺便科普一下 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人 非常的奇特 我听人家跟我已经讲了很久了 他说你既然要录这个左营文化 你应该一定要访问这个人 我说是 到底左营军港什么时候成立 然后这些来到军脉 他因为生于师 长于枝 那应该就懂得很多 可是我问他说他多大年纪 他大概只有六十几岁 我想说我今天都六十三岁了 六十三岁我今天 那他六十几岁的话 比我没大 没大几岁 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 那他怎么可能知博古通经呢 他说你 那你这个你不要问 他已经跟那个人谈过很久 而且那个人出了一本书 非常的 非常的那个 发行非常的广 他那个庙里面 那个庙很小 可是来问世的人 问世 请记住 问世 就是伏姬 伏姬那个 用那个 伏姬之言 就是降姬 降姬有神有鬼 等一下我们就讲到这个 那就是 那个 他说你要讲到 讲到什么东西他都知道 包括那个旧城国小 那个左英国小 成立年代 炼虹长成立年代 左英的那个什么 那个中山堂 他都很清楚 因为他是 他是在地人嘛 我就很兴奋 我说今天一定要拜访这个人 因为他已经讲很久了 就昨天我就去拜访 我一拜访之后 我就问了半天 我问不到路 问不到那个 他记得门牌错误 结果终于 我就终于用几个拼图 把他拼起来 拼起来 那个人讲 哦那个人啊 他住那里 你去看 他现在吃饭时间里 没关系 你敲窗子他就会出来 我就去那边了 我就敲了窗子 我就跟他讲 他穿一个背心 穿一个那个 那个汉山的背心 很偶尽上的样子 那个 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讲 拱手依依 跟他请教 我报名来意之后 我在拿我那个 亲戚给我画的地图上面 有标明他的那个 道长的名字 我现在给他看 他看了 他说好 请进来 OK 这个前段 这个全部都符合 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修行人的一些礼数 一定要 投识境界 OK 那要表明 表明那个 我们的身份 结果后来 我就进去 就落座 双方落座 他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 算是一个 聊天的地方 在他的神坛旁边 我一看他神坛 那个 那个大门都没有开 然后那个 好像年久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的 没有香火的 那感觉 没有人来问事 旁边堆了很多的 那个 旧的报纸 或者是宗教书刊 完全不是像我想象的 中间 那个样的一个道长 能够侃侃而谈 他说那个人 无所不谈 无所不知 简直就是一本 活的百科全书 结果 后来我就跟他讲 坐下来 我发现了 他说现在我脑子不行了 这样子 现在我脑子不行了 我就很好奇 我说您今年贵庚啊 他说我七十岁 七十岁 他讲台语 七十岁 我说那你是才几年次 民国三十四年次吗 还是三十三年次 他说我民国三十四年次 比我多十岁 可是我那个亲戚跟他唱谈的时候 是五年前 五年前 也就是那时候他的年龄 大概也只有六十 六十五岁左右吧 然后他就 他就 接着我就我就问他 他说他脑子现在不行了 记忆力衰退 严重衰退 那我就想说 严重衰退的话 我就 我问他的几个问题 他的反应 极其迟钝 极其迟钝 就像我现在的电脑 我现在的电脑是因为那个硬碟 就是所谓硬碟 大陆叫硬碟 硬碟的那个磁轨 有损坏很多很多个 所以说 我现在 应用的那个各种的指令 什么 他很慢很慢 反应非常慢 有的时候 突然反应出来的东西 是我 大概 半个小时之前 打的指令 他才开始反应 那个 所以他那个脑 那个CPU的运转 据说 不是CPU的问题 是那个硬碟 硬碟 硬碟 你要去抓资料 因为他的磁轨损坏 所以他 他就要那个 虽然又做了自动修补 可是没什么用处 就等于是一个 半瘫的 我说我的电脑 算是一个半残 残废的 半残状态 勉强使用 原来应该要换新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 重要软体在里面 重要的 设计用的软体 那个要移机的话 是很困难的 可能移不动 那这位先生 直接就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 你问东 他很难答 他好像 这个旅经思量之后 还是没有答案 那后来我就想说 这样子的交谈 是没有什么效率 我就想说 用几个金钉子 金钉子就是断代 就是考古学里面讲说 或者是那个 考古人类学 或者考古学里面 他都有一个 有一个断代 就是这个城 什么什么文化城 然后他就在上面 打几个 打几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钉子在那边 就这几个钉子连线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什么文化城 那叫金钉子 可以断代 断年代 那往往都是地质学家 经过那个地质的研究 发现到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证明这是什么 白厄纪或者是什么 侏罗纪什么纪的 那个 那个定年代的 那个 重点 所以叫金钉子 那我同样的 我要看这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知道左银的故事呢 我就用了几个金钉子来问他 我说 我听说 莲池台那个春秋阁 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 从我懂事的时候 我父亲 那时候没有娱乐 每到夏天 或者是夏天比较多 冬天比较冷 就比较少出门 出那么远门 那我们每每 几乎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 父母都会牵着我们 或者是我父亲 会牵着我们去散步 一散步就走到莲池台 因为我们家走路到莲池台 像以我现在成年的人来讲的话 十分钟可能都不要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 他是成人我是小孩 但是他就随着我们小孩的步伐 那小孩有时候跑得更快 每天都去那边逛 然后我买了第一把等级孔的笛子 也是在地摊买的 我店以前还有算命摊子 一大堆买地摊的 还有种了一些柳树 甚至老左营的人都知道 我说那个地方 我一直想要找时间来介绍 因为那边游游轮太多 很难架机器 那后来我就直接问他 因为他了解整个 各位如果老左营后 或者那些有老照片的 你就知道 以前国歌里面就有出现 那个莲池台里面有两个阁 一个叫村阁 一个叫秋阁 春秋阁 是因为官公喜欢读春秋 所以那边盖了两个塔 叫做春秋阁 那因为对面的启明堂 这边是供奉的是官圣帝君 所以盖了两个 那现在后来 前面有个放生的乌龟池 后来他又加建了一个水泥的 一个一只龙盘在那边 然后龙上面还有那个 观世音菩萨 然后有那个善才童子 还有这样子的 这个新的这个 所以你还可以从那个 那个龙的嘴巴进去 然后绕一圈再出来 然后后面又建了一个五里亭 那时候都是在我 后来建的 这些我们都是目睹 但是春秋阁 从我出生开始就有 所以那时候我们每次 我父亲到我们去那边 我们都要爬那个铁的盘旋梯子 爬到顶上去 风很大 因为那个时候当时那边算是最高 最高处了 那个时候平房很多 所以那个风很透 所以每次都爬到那边去玩 一定要跑到上面去 爬到那个格的顶上 现在那个格已经算是一个小 小市建筑了 以前 但是在我的童年里面 它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 就看上面有些对联嘛 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最重要就是 带孩子们小的时候去欣赏 所以我们就要 在这个室内的寺庙或者是古建筑里面 它的对联 还有它的匾 横排的匾 这些里面都包含着中国传统 这个优秀优美的文化 都在那些对联里面 那我们从小就到那边去 那我父亲就带我们去认这些字 这个是上联是什么 下联是什么 然后横联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讲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文化基本教材 很重要的一个环 那结果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以前一直以为说 那个启明堂可能是在明镇时期 因为当时明镇就是明朝末年 那个政宣宫来台湾建立的 建立的他是在台南建立的是首都 可是在后来他在清朝的时候 就在左营这个地方建立了凤山的府 所在那个府城的这个管辖所在地 就在旧城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左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左营这个名字 是从那个镇城公司的 明镇镇城公司的 他整个的拨迁到台湾来 在台湾建立政权的时候 所以左营的意思 营就是银盘 也就是屯肯 军人屯肯的地方 那还有个右昌也是 那因为南部还有一个新营 还有左镇 这都是在台南到高雄这附近的 这些地名 这都是一家银盘 也就是屯肯的地方 因为当时他那个军人的粮食 不能随便增粮 老百姓也过得很苦 所以必须要自己要生产 所以他在这边就有 就让那个军人 就让那军人下去 在这边取妻生子 平常做农物 然后他每到冬天的时候 秋收完了 冬天就开始练兵 就像新疆建设兵团类似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左营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左边的银盘 右边的仓库 中央 油穷 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新盐 台南的新盈 还有佐政 这些名字都是一个明镇的时期 那我们小的时候 我问我父亲 我说这个 这个启明堂是不是 是不是明朝正宗公来台湾 我父亲对宗教没有兴趣 也不太了解 他说好像是 那至于说这两个春秋阁 是不是明朝留下来的 我父亲说好像 可能有原始 可能有一部分吧 可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那已经是磨石子的 那个墙壁都是磨石子的 那磨石子那个机器 恐怕要到 1949年以后才有吧 之前好像还没有 因为要弄大电力啊 这样要那可能就有相当困难 那当时我父亲没有给我答案 那我一直也存疑 我在想说那两个塔 应该是相当年代 因为我出生 有记忆以来来到这边玩的时候 我就 我就每次都要上那个塔 那两个叫做春秋阁 也就是国歌里面出现的 两个塔中间有一个半明山 半明山的形状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里面的形状 有很多黑白照片里面还有 我就问那个先生 我就想说 你这边有没有这个照片 不 他很肯定的 不 我说那两个春秋阁 到底是建于什么时代 根据我亲戚告诉我 斩钉截铁的告诉我 他说 那个是民国43年建的 结果 我问这个先生 这个先生 他当时没有答案 因为他是反应非常迟钝 非常慢 就像我讲 我的电脑半残状态 30分钟前输入的指令 现在才跑出来答案 意思一样 你问了他很多东西 他有的时候 他会直接告诉你说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直接就这样回答 简单讲就是说 我想要翻一本活字典 简直一本一页就翻不下去了 结果后来他突然跟我讲 他突然迸出一句话 他说 45年建的 43年到45年之间 差了三年 差了两年 我是44年出生的 所以那个 如果是45年建的 或者43年建的 对我都没有影响 因为都是在我还没出生之前的建 所以在我懂事以后 大概五六岁以后 四五岁以后 开始进入到那边去玩的时候 那已经算是一个 一个算是 已经算是旧建筑了 但他 结果我问了很多 比如说左银港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日本人收购的 当时怎么样 他都没办法回答 然后结果后来好久以后 他突然讲说 那里有大人 就是那个左银金港里面 以前有驻人 这个回答没有意义 所以我所问的 他不但是答非所问 而且有的时候还插牌 穿插的 那跟这个人家跟我介绍说 他多么的 多么的那个 博古通经 多么的反应迅速 而且还写了一本书 还有各地的那些名义代表 什么常常来这边问诗 就表示他非常灵光嘛 他是鸡身嘛 鸡身 鸡同的鸡 鸡身 这个字 不是乱 是鸡 这个字念鸡 就是鸡同 鸡一鸡 鸡二 那我立刻就发现到一个现象 以他年龄来讲 他比我大10岁 我今年63岁 他顶多就是 73岁 那因为我也没对身份证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说 他的退化程度 非常非常之严重 严重到 老年痴呆 可是他的外表 看起来都还像正常 只是说 你如果不问的话 问人如壮真 扣子小则小明 扣子大则大明 不扣子不明 不扣子不明 你不管你怎么扣子小 扣子大 他都是不明 明不了了 因为他已经 他已经退鸡了 退鸡这个东西 就是我今天想要提醒各位的 我们一般的鸡同 鸡同都不是志愿 他的意志被某一个神 或某一个鬼控制了 控制之后 他非要去做这个事情 否则他没办法活下去 他必须要去代替那个神 或鬼来代言 那这个有的人很怀疑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他不是真的或假的 他是像那个影片 有的时候很清楚 有的时候很模糊 满萤幕出现线条 或者是出现雪花 就是这样 老旧的那个录影带 不是都常会这样吗 不干净的录影带 或者是有磁损 或者是怎么样 不是都这样吗 那个画面变得模糊 变得那个 花乱 他们就是这样 那那些鸡同都是要什么 平常他是过正常的生活 一旦他要碰到有什么神明 要赴他身的时候 他就要 因为鸡同嘛 鸡同台语是道指念的 叫当鸡 铜鸡 鸡 鸡同就是鸡同 那那个 台语在这上面 他有一些 那个特殊的术语 叫做 起当 起 这个起当 不是起动 起动 不是起 起当 是起铜 就是起鸡 很奇怪 为什么台语要把那个鸡子 为什么不讲 直接讲起鸡 为什么要讲起当 为什么 而且当鸡 为什么要把铜放在前面 我这个部分还代曹 为什么不直接讲 不清楚 无论如何 他就是鸡身 鸡身 就是鸡身 男的女的都有 老的少的都有 所以他通称为鸡身 他有特殊的一种体质 这种人 他很容易被神鬼附身 那当他 他那个神附身的时候 他就叫起当 起鸡 然后等到 那个神 讲完 扮完 他走的时候 他就叫做 退当 退当 就是退 退鸡 就是从鸡身 从那个 附身的状态之下 退掉 任何一种 那种宗教都有 东北 那个 那个 撒满教跳大神也有 很多很多都有 那这个 这个 越是民间 信仰的东西 越多 这种东西 还有那个 西洋也有那些 那些巫师 也都是要这样子 还有那些 那个 那些 那些祭司 像那个埃及 罗马 这些都有祭司 那些祭司都要成 恍神状态之下 才有神附身 全世界各种民族都有 这个 不足为奇 只是你今天 今天想问世的时候 如果说他 他很灵活 比如说 人家常常强调 基同不认识字 却能够写 写的一个 非常好的诗 甚至写的长篇大论 这个 那有很多人 就是很相信 中国的古代读书人 当官的人 都很相信这个 所以常常会去伏击 比如说 季晓兰 比如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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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谁 那个李什么 那个 金梅文 元梅 这些所有的这些人 他们还有那个 孟西笔谈 你这 古人的那些 笔记小说里面 常常会提到 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很 对未来 不确定的时候 他们都要靠 伏击 靠神言 或鬼言 来给他们指示 那 等到这个 这个事情办完之后 他就会 退驾 退驾 那个驾是 那个 驾驶的驾 退驾 就是退机了 退机之后 他又恢复成 普通人了 那我发现到 我跟我谈的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他原来 很灵光的时代 那个时代 不管是神通还是鬼通 反正那个 那个附在他身上的 那个神鬼 已经离开了 从此跟他 这个 没有关系了 他简直就是一种什么 退机的状态 就在一个退机的状态 也就是take up 所以你在问他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 甚至于因为 可能问的人很多了 他说 我问他有没有旧照片 没有 你知不知道这个什么什么 不知道 你这个什么 记不清楚了 他 他还会直接跟我这样讲 就是很白的告诉你 他现在已经成失智状态 失智 我们常讲说 失智还有个叫失神 什么叫失神 失神是一个暂时性的 我突然一下谎神了 我突然一下小死了 或者我突然一下怎样 到进入极乐世界了 那叫失神 或者我一下谎神了 有的人常被金光党骗了 都说我当时一下子失神了 其实不是失神 他是失智 那个失智是永久的 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人 你问他什么 他都搞不好 昨天去访问的那位先生 他就是失智 他在桌上放了一整版的药 那个药上从1号到31号 都把药都放得好好的 他按时吃 上面还有一个标杆 也就是他的家人 有规定他每一天要吃到哪里 都给他做了这个标杆 也就是他 其实他只剩下开机城市 吃喝拉沙睡 剩下大概没有了 所以他那个内奸神坛 也几乎是在一种 避免夜的状态 连长明灯可能 大概只点了长明灯 剩下没有了 那我就在想 我从这个人的身上 我发现到一个警惕就是 就是我们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学了很多东西 学富五菊杂高八斗都好了 可是到我们到最后老的时候 有人讲说这个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苦 这个佛家讲的 那你生老病死 我们这个病跟死 病里面还有一个残 残废的残 像这个病 像这个残也是属于一种病 这种有人讲叫脑残 其实就是失智 他外表是好的 而且他也是 新陈善恋什么 他都是好的 可是他的开机城市 就像我现在的硬碟一样 持轨受损很多条 所以很多应用程式都不能使用 很多指令他不能接受 即使接受 也在反应时间 可能是在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反应的是你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前问的东西 而且他给你的答案 还是否定的 我不知道 我不懂 或许 他还会用这些 and or 什么的这些东西 我看到以后 我心里面非常难过 我跟他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记得我的能量 大量损耗 回来以后 一个叫补棉 要喝点水 多喝点水 然后补棉 因为很累 我从他的身上 我就看到一个 因为人家是 大力推荐这位先生 他简直是博武通知的一本百科全书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只比我大了十岁 那我问他说 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 他说五六年了吧 如果倒推五六年的话 那也就是六十五岁左右 或者是六十四岁 我今年六十三岁 我就突然想说 哎呀 如何能够不失 能够不失智 能够不退基 我不是靠基神 我刚好就提出来一个命题 就是说 如果你只能靠神 靠鬼 靠其他的外力来介入你 夺色 然后你有好的表现 那都靠不住 唯一靠得住 就是这个 流血流泪流汗 你才能得到这些东西 不靠一些神经 不靠一些外力 飞行蚕讲的就是这个 一朝植入之法 完全靠自己 完全是智力法 不靠任何外力 因为靠外力 它红 等到这个外力一离开之后 你没了 你只变成一个行尸走肉 你什么都没了 如果是靠你努力的 它是渐渐的退步 渐渐的退步 渐渐的退步 最后当然都是齐其一鱼 人生自古 谁无死 但是 在你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能省去了 可能省去了病跟残 可能你就是 可以这个无疾而终 或者含笑而去 而不会像这样子 图具虚名 我问他说 你之前不是有一本 出了一本书 那本书里面 有很多的修行的方法吗 又是什么打坐 又是什么 又是观想 又什么 然后人家来跟你谈的时候 你都可以谈慷慨儿童 甚至于修身 养性之道 而且还有很多高 达官贵人 从远处 坐着黑头轿车来 亲自拜访 因为你灵验 你的预言很灵验 可是现在怎么搞 你门可罗雀 而且自己变成这样 他就笑一下 他说大白是命吧 那我 最后我就结束了那个访问 访问结束之后 我心里面 非常的 非常的沉痛 沉痛的原因就是 你看他当时 他最鼎盛的时候 多少达官贵员 来这边问世 都是一些什么 立法委员 什么民意代表 县市长 都来这边问世 各位注意啊 以前那个台湾前总统 那个 陈水扁还被一个 19岁的一个 18岁吧 的一个骗子 小骗子 骗的 到他的那个 那个修行场所去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 骗人是因为 他请的那个喇嘛 西藏穿的那个 藏船佛像 又是吹的那个 又是那个 都是给钱的临时演员啊 全都是所谓的 大陆叫做 那个群众演员 才把陈水扁 贵为一个 台湾的一个总统 把他骗的团团转 那真的让人觉得说 这个全 这个万民所 所终啊 这个 为你 马首是瞻 结果你居然去相信 一个 一个 那样子的一个 18岁的小骗子 那全民还有什么 可以 所托于你啊 你难道你旁边 就没有一个正能量 可以 可以引导你吗 这就是我 我 突然 突然觉得说 昨天遇到那个人啊 因果竹圆逢生化 终日昏昏 醉梦间 让我觉得 不但没有收获 反而 反而那个 觉得自己的能量 大量流失 好 这个是非常 奇妙的啊 那 我刚刚就讲说 还是 一步一脚印啊 流血流泪流汗 练出来的东西 才是有成果的啊 像他那样子 整个人来讲啊 在我看来 就等于是一个 行尸走肉 行将救命之人 因为他已经没有神了 神已经退驾 跑掉了 他现在那个 不是失神 而是失智 是永久性的 他只会一直往下 这个 神棍已经做不成了 那做一个普通人 可能要回归